大家好 阿民是又來啦 其實莊子說 倒在死蜜之間 每天我們都要上廁所 很多人都有這個困擾 阿民是我很容易便祕或喪不乾淨怎麼辦 我是不是要拿鐘要調一下 或者要吃些什麼酵素啊 酵素那些飲食是一回事 我今天先從結構比較好 把大便擠乾淨的一個知識來跟大家分享 那網路上有一個說法就是 你在排便的時候加一個小凳子幫助你排便 它那個原理是什麼 對你的排便有什麼影響 我們也可以一起聊到 我們先重點提前啊 排便有個困擾的朋友可以參考這個知識 就是我一樣在馬桶上 我每天上不乾淨 我呢 先彎腰 肚子放鬆 把你的兩個大拇指反扣 在你的肚臍旁腹肌的外圓 這是我們的大痕穴 好 固定著 接下來你身體呢 微微的前傾 屁股有點懸空的感覺 不用整個懸空 就是有那個力血的感覺就好 懸空 那這時候你再來用力 兩隻按住大痕穴的這個手 你可以做一些擠壓 然後就這樣用力 通常這樣會幫助你把它擠得更乾淨 真的會噴的 很讚 它的原理是什麼 其實排便它除了這些生理的影響之外 不外乎是一個物理法則 我要把東西排出去 要嘛增加它的動力 要嘛減少它的阻力 不外乎就是這兩個嘛 剛剛阿明在推薦的這個姿勢 主要是在增加動力的部分 其實現代人我觀察排便排不出來 跟七八零年代那時候已經不太一樣 那時代的人可能會覺得便秘就是火氣大 你排便就是太硬 所以說才會擠不出來 但現代很多人排便排不乾淨 跟虛 跟濕有關 腸道它因為濕氣或者是太虛 它沒有力氣把它擠乾淨 所以變成很多人它會排便 排不乾淨 一天上好多次 可能上兩三次 或者是排便都比較軟比較水 大家可以說我沒便秘啊 事實上肚子按 透過X光一照 一堆大便 因為就是沒有力氣擠乾淨嘛 你有辦法一次擠乾淨的話 你為什麼要分那麼多次呢 這就跟你久坐運動少 都市生活有關 那氣很虛實 你的腹痕肌腹肌的力量是不夠的 製造的腹內壓不足食 腹內壓就好像擠牙膏的那個大拇指 它沒辦法協同你的腸道一起擠出去 腸道的蠕動呢 多半是不隨意肌 如果你能控制你的腸道 那你就不會便秘了 我們能做的並不是控制不隨意肌 而是去控制隨意肌 我們的腹肌腹內壓的製造 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你可以搭配抓腳趾 就是五指抓第三彎弓 大人穴 或者你往內按天珠穴 這個大拇指有什麼用途呢 這兩個大拇指按的其實是 右手是我們的身結腸 左手是我們的降結腸 我們的結腸其實是 右身到左降 好像一個問號一樣 然後過來以狀結腸直腸下來的 這兩個按摩呢 其實如果比較瘦一點的人 或者你肚子用力正確的人 甚至可以直接按到你腸道 那也可以幫助你去增加局部腸道的壓力 幫助它推送 當你按住身降疊長 尤其是左側 然後再用力 屁股全空 會特別的去刺激你腸道的動力 那接下來呢 就會講說 那這個動作 如果說年紀大的人 有什麼地方要注意呢 其實年紀大的人 或是有心血管問題的人 最怕就大便太用力嘛 所以你本身就是有高血壓的人 你可以問一下你的醫師怎麼辦 或是你可以用一些藥物 讓你的大便不要太硬 如果你在吃高血壓的人 最怕的就是大便太硬 這個就跟你一次討論 可是這個動作 原則上是OK的 如果你注意不要說 我前往前 然後再講 你的頭越來越低 頭越來越低的話 我就會擔心 會不會寫 就會痛到腦太多 所以記得 頭還是在比較高的地方 自屁股起來一點點 這樣子用力 那話說到前面 就是我們提到網路上講 你放一個小凳子 我拿這個箱子來代替 俗稱叫排便凳 排便椅 可以幫助你排便 這樣好不好上呢 我們可以請小便來實測一下 假設他正在做排便椅的時候 我們來用力 來你肚子用力 你已經不好上了 那肚子用力 用力啊 其實搓都是軟的 這個姿勢其實你的腹肌 其實不太好去用力的 那如果說 假設你用剛剛阿民斯教的姿勢 屁股稍微懸空 這肚子就是硬的 它就比較好去用力 現在阿民要換你上次 上次 其實排便椅齁 它不太容易讓我們的腹內椅去形成 比較我認為 它對於動力 反而你會覺得不好用力 主要是我們在直腸 跟在骨盆底的時候 有些韌帶跟肌肉 那在這個姿勢之下 就是大腿跟軀幹 它處於一個銳腳的情況之下 它阻力比較小 所以我認為它是在於 減少阻力這個部分 它可能是有它生理結構上的一個意義 但是我認為啦 排便要出來就是 只要動力大於主力就可以 那現代人我認為 動力其實是比較缺乏的 所以我會建議用 我剛剛前面講的這個姿勢 至於排便有沒有效 我不評論產品 我會評論原理 原理就是如同剛剛所說的 大家可以自己參考 那醫師我想要問喔 就是我常常在廁所蹲太久 就腳吧 為什麼蹲廁所蹲太久 會腳嗎 腳吧是要怎麼走 下層腳都買起來是怎麼走 來這邊 其實蹲太久會腳嗎 這個久每個人不太一樣 但是觀察到都有一個特色 它的腿部肌肉通常都不足的 蹲馬桶跟坐椅子有一個根本性的差別 就是你的重心是放在臀部還是放在大腿 因為馬桶懸空嘛 你的重心只能壓在大腿後面 如果說你的大腿的結構本來就比較緊 或者是比較常見的是肌少症 你肌肉量大腿就很少 肌少症通常大腿都細細的 它比較沒有肌肉來緩衝那個久坐的壓力 它比較容易壓到你的神經 所以會覺得會腳麻 甚至大便起來 我會覺得啊 肌腳不會走 所以往往大便久會麻 就是通常跟下肢的循環 肌肉量的關係 老一輩的人都說就是 不要在廁所待太久啊 蹲太久會長痔瘡 是真的嗎 其實有時候因果關係我們可以導致一下 痔瘡會產生呢 往往有可能是因為 你原本就是一個會很難上廁所的體質 比如說你原本循環就不好 你的直腸那邊的血液循環就差 它容易會有靜脈痘的一個增長 痔瘡其實主要是你肛門那邊靜脈痘的一個增長 跟靜脈去痠不太一樣 可是很類似啦 所以說你原本就是一個難排便的體質 這個體質本身也會容易產生痔瘡 我認為主要是上有這個原因 那這個原因跟氣虛可能有關 中氣下限其實很容易有這個狀況 不只是火氣大 就是你的氣提不上來沒力氣 所以因果關係比較是 原因A產生那個容易痔瘡 原因A造成你排便會比較久 比較不是說你排便久產生痔瘡 我認為不是這個關係 不然的話其實你 如果沒有這個體質的人 像我我寫了排便的時候 我上廁所就會看書 我有時候看了很久 誒 放小子了 我也OK啊還好啊 最後為大家總結一下 排便會困難不外乎就是你的動力小於阻力 我們也照這個方式是增加你的動力 動力主要來自於你腹內壓 要比較好去形成 那比較偏向就是主動去增加你排便的力量 那排便凳這些姿勢主要是 結構上它想要被動的去減少你排便出來的阻力 這兩種呢我認為都可以試試看 你就挑一個屬於你的反正它沒什麼壞處 在搭配你的排便的穴道時 你可以按你肚臍 在兩邊腹肌的正中央的時候呢 有一個天素穴 那腹肌的外圓有一個大痕穴 這兩個都可以去參考 它可以按壓 因為這兩個位置呢 也跟你的升降結腸的位置有關 可以幫助你的腸道蠕動 希望以上這集呢可以幫大家 大便就像擠牙膏越擠越順 好 我們下回見 拜拜 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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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